非常复杂的关系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学院 这个学院是在1928年就开始建 它完全是以一个公社的方式开始建的 它的这种方法就是黑山学院的方法 但是它比黑山学院早七年 美国的黑山学院也是这样的建法 美国的黑山学院 出了无数的大艺术家中开建这些人都在那 好现在我来给你们看它的原作 这些信呢我们交给了美术馆 将会在马上的展览中间展出 对那么但是呢我今天来给大家讲 你们看到这个是一封信 它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它讲的就是它是1930年3月25号的信 这个是它的编号 然后我不是说我们做档案吗 这个就是档案 你看到了这个信 这个信里面写的什么问题呢 你在这都有个试文 然后这个是3月30号又写了一封信 写的都是很细的事情 然后他说你看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些说明 他说自己家里的事情就说得很很那个很那个仔细 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我希望你啊要发宏愿力大志成功 这个这个可操左倦也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说吴卓仁嘛他要到欧洲去了 他呢现在呢这天他的自己的内地就是说 妻子的弟弟生病了 他不能来送他 他还给他送什么东西 就是都是鼓励 就是全是正能量的 满满的正能量好好学习为国家工作这些 这个都是原信原信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有一封信 讲的是三三年一个明信片 这明信片呢这个地方是内容 他写的是我的画展16日举行一切上称顺利 然后他在国外的这个情况 他说我在什么地方 他这个地方有个地名叫贝尔甘梦博物馆 是战后所建 这个战后指的是第一次大战以后 红状无比大日不可不来一游 所以他就告诉吴卓仁一定要去柏林看看 所以吴卓仁后来啊多次去柏林啊 也跟这封信有关 好这个都是原信的 那么这个贝尔甘梦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佩戈梦 现在在柏林的这个国家博物馆 佩戈梦是个什么意思呢 佩戈梦实际上是一个 现在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 这个岛上啊原来有一个和平祭坛 是罗马时期的 希腊时期的 所以他就被挖到被德国人考古发掘挖到柏林去就造了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就以他命名叫佩戈梦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 那么这个作品里面是什么样子呢 明信片的反面就是这个作品 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我们看到了 那么我们又看到一封信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琐事 我在这就不念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原信 这个是诗文 我们平时做档案工作 他就是很仔细了 他就是慢慢的做啊这些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一封信 讲的是他们对于一些就是戏剧的一些概念啊这些 就这个 然后呢这又是一封信 这个信很复杂很长 对 讲的是他们要到抗战的时候要去做什么事情 对 那么他们要去找人要能够实现在抗战期间怎么来工作 这个具体的事情都有这个考虑 这个也是讲的一件事情 是1939年的一封信 这个是1939年5月30号的一封信 你看他说 你看他再有一句话 他说这个乌非共产党 在这个地方 乌非共产党 但乌于政治 最佩服 最佩服 就是范中安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对吧 指高贵精神 以为是在平日已须具有这种精神 旷处国难严重之际 且让沉沦取义为大德也 大家一看就能够理解这个徐悲鸿当时的气质和评价 他跟他的最亲密的学生写的私信 一边写的像做报告 像不像 但是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是他们的私信 他们可能从来没想到 这封信会今天在中央美院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会被拿出来念 他们都没想到 他们当时就是这样来做 然后他又有另外的一些信 这些都有很多的事情 我在这就不细说了 我是想通过这些东西来说几个问题 这个也是不同的信 不同的时间 写的信 为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要做石膏像 怎么来画画 都是非常仔细非常仔细的 怎么办艺术学院 怎么为国家做事 所以大家就能理解 为什么这一代的人 他们特别的热爱自己的国家 他有这个特点 因为这个国家太穷太弱 他们觉得他们是国家的精英 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他们就自己很自以为自己好像是个人物 可以干点什么 他们就不知道 有时候不能把自己当个人物 这个是要好好地做好本质工作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我们的艺术家说 哎呀我们艺术家就画画画这样比较好 这个是情况 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时刻 就是这个吴作人先生的第一润棋子 他是一个比利时人 他跟他成为这个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只身随他来到了苦难的中国 这个时候中国打仗 先回来的时候还没打 后来打仗以后就撤到后方 绝不和敌人妥协 对吧 然后呢 他就在重庆的缺医少药 在大轰炸期间生孩子得病就死了 那么这样一个人等于就是说 完全就是出于爱心和对自己家庭的一种 就是说忠诚 就把自己的尸骨就留在了这个一个苦难的地方 最后粉都找不到 因为是抗战期间 连青种都没有 那么这个是吴作人当时他过世以后 给他画的遗像 这个是徐彬虹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 来给他写的明信片 把自己的话送给他 写了一段这个鼓励他的话 而且告诉他 只要一席丧存 必当极其全能贡献于世 这才是智慧之道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大家就突然感觉到这是另外一种 所以我们现在老讲民国 我们总想民国是一个非常优美和浪漫的 好像很温和的 其实这个民国 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时代 很刚烈 这些人都是在私人写信 等于就是说 这个自己的最亲近的朋友 学生的 等于亲人死了 他就要叫他 要一息伤存 要为国家做事 这才是智慧之道 就是你才能够从悲哀中间解脱出来 这个呢 就是写了很多的事情 我在这就不细细的讲了 这个这封信很重要 这封信就是教部 就是教育部将聘我为北平益专的校长 看到没有 为北平益专校长 然后呢 故必请地为我助此事 关系中国艺术前途至大 心地物质 这个地方有一个字 有标点符号 意思就是说 我要来当北平益专校长 你一定要来帮我 这不是我要找你 是中国艺术的大事 你不能不来 对 说到我们 今天听起来 都有一点心情澎湃的意思 对吧 如果要是 对吧 我要找 有一个事情 我要找我的一个学生说 这件大事 我们做了以后 对世界的艺术史就有影响 大家就去了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就这样的就去了 然后他还说 他要找一钱与兄 为中国化系主任 你看到吧 他就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他要需不 叫吴作人来干什么呢 就是当游化系系主任 接教授 时间什么时候 你看 1946年 6月10日 有意思吧 这个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的话呢 他又写了一封信 比如这封信是1940年写的 他这个里面用了一个词 叫中国美术学院 这个时候我们不看新的内容了 看性的物品的很多痕迹 我们做艺术史的研究的时候 不一定都是看性的内容 才叫史料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是一个性质 这个性质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不是在杭州吗 对不对 这中国美术学院是什么呢 我们一问 就发现啊 这个徐悲鸿啊 写了一个诗给鼓作人 那么我们就要问 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在哪里 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啊 实际上是 徐悲鸿失去了 中央大学的教职以后 专门给他建了一个 建在重庆 这个地方在哪呢 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老房子还在 这是我和吴宁啊 去考察 就找到了这个老房子 就是中国艺术学院 当时 那么他当时去的时候 就把吴宙人 王宁以 冯法师 爱宗信 孙中卫 等等 文京阳 张安志 这些人对我们来说 熟得不得了的名字 对吧 都到了 然后呢 就是 这个就是 他现在这个房子还在 就是 是一个私人捐出来的一个房子 借给他们用 那么这个房子的进门的地方 我们找到了这个门 这个就是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原来有过一个 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 是徐飞宏 单独用庚子培馆来建立的一个学术研究组织 不造成 只是做研究 有意思吧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 觉得很有意思 对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事情 还有开除学生 这个地方都有 有一个学生不好好上课 被开除了 这个学生的后人 肯定看到了以后 觉得很不好意思 或者 这个是另外的事情 那这就是中央美术学院 好 我们这些信啊 都是 我来给大家来说的 好 现在我来给大家再看一封信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 徐飞宏写了一封信 他里面说 有什么事情啊 你要去找一个人 叫老田 看到没有 老田应当为此 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 他说这个 那么我现在的问题 就是刚才那封信 原信的样子 我前面已经给大家看了一个长长的信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来说 这个老田是谁呢 这个你看他这封信里面说 谁是老田 这个老田既然毫无把握 要怎么怎么样 他都是讲的 有个老田 那么他们两人 叫人家叫老田 一定跟他很熟 而且一定是很重要 他们在反复的提他 那老田是谁呢 就是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信啊 来找这个老田了 这个老田啊 原来就是田汉 田汉就在这个里头 你们从这儿看起来 那个吴卓仁这个 九年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 距今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九十年过去了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 出了什么事情呢 你们如果看一九二八年的春天 你们可能会想到一件事 就这一年中国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 叫国立一专 国立一专就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啊 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开始孝庆九十周年 就是在四月份这一天 那么这一天出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事情啊就有意思了 就是二八年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 他们办了一个南国艺术学院在上海 艺术学院里面成立了三个部 一个是戏剧部 一个是这个叫文学部 一个是美术部 美术部就是徐悲鸿在那教书 而徐悲鸿这个时候就在画这幅画 他当时画画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地方缺一个模特 他就画了吴作人 然后把他画在这 这个就是这张画 叫田恒五百世 就是开始画 画的画的呢 就是他们有些学生啊 就在这学习 对吧 这张画呢 里面就有徐悲鸿和田汉两个人 看到没有 他们两个人 那么这两个人呢 旁边这个吴作人到哪去了呢 吴作人在拍照片 这个是吴作人拍的照片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同志 这个同志就讲到说 他画了吴作人 然后徐悲鸿给他提字 说这个画法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国画的一个方法 好 然后呢 他们的同学在一起 这个我们都是历史的照片 然后呢 就出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到了四月十一日的时候 这个南国艺术学院啊 都要到杭州去 杭州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杭州的事情啊 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 他四月啊 他就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 就是成立了一个国立一专 他的校长是谁呢 林凤眠 他的后台是谁呢 就是本校的老校长 蔡元培先生 建起来了 建起来以后呢 他们走的这条路 当年啊 是一个非常光辉 今天我们都赞许不已的时候 没想到这条路里面啊 却隐藏着很多 非常复杂的关系 就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学院 这个学院是在1928年就开始建 他完全是以一个公设的方式开始建的 他的这种方法就是黑山学院的方法 但是他比黑山学院早七年 黑美国的黑山学院也是这样的建法 美国的黑山学院 除了无数的大艺术家 中开界这些人都在那 那个是1935年 1928年在中国的上海 就建造了一个由艺术家和学生们 自己组织和自己建造的 私立的艺术学院 对抗的目标就是国立一转 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什么人呢 他的老师就是田汉徐悲鸿和欧阳庆宇 而他的学生中间就有王林乙 吴作仁 这个叫刘卢李等等这些 他们呢就决定要到杭州去一趟 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 我要到杭州去写生 他们是要杭州去一趟 结果就到了杭州啊 他们的行程就被林凤眠知道了 林凤眠动用了公安局长 把他们要做活动的地方就给封掉 这个时候他们就怒了 通过各种行为就跟他们开始了一种很有意思的交涉和对抗 对交涉和对抗 这些东西都记下来了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得出当年的报纸啊 就是记下来了 然后到了十二号的时候 他们竟然划了一串小船 你看你看 包了游船石鼠子 全体出发游湖 湖边名胜莫不便利 但是每个船上都有同学自己操江 他们还唱歌 院长开始写了一个歌 这个歌写的时候呢 他们到哪去呢 对 到某某院时 看到吗 某某院时 叉叉叉叉叉叉叉 歌声游烈 他们唱了什么 吻西湖必尽蜀谁家 吻西湖必尽蜀谁家 那蜀谁家呢 到底是属就是国立卫义专 还是属南国学院 对不对 到底是属于就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 还是具有高贵品质的一群呢 对不对 这个问题啊 他就发出了疑问 对 然后他们还拍手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 无作人军还在这操勤 就是自己 无作人在哪 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在这 湖边上 一看就西湖景色 唱完了 还在湖边上 一副样子 还爬到树上去 据说爬到树上 是流露里行 对 据说 但是这个看得太小了 看不见 对 好 那么他们唱的歌 是什么歌呢 你们看到 在这个地方 有 他叫做福尔加传夫曲 福尔加传夫曲 就是跟着这个来唱的 他其实啊 他是这样的一个曲子 这就是他当年的 这个田汉用的曲子 但是那个词是什么呢? 西湖旧尽数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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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时的话呢 实际上他们都听出过有一张作品 就是这个傅尔佳的倩夫 但是徐贵宏先生没有看过 吴作仁先生也没有看过 吴作仁先生第一次看到他作品的时候 是在1953年 而在1935年的时候 这个33年的时候 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 心中依旧荡漾着当年的传歌 院长写着到某某院前面去唱歌和事情 所以他就画了这幅画 这幅画现在就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然后他们跟他们斗争都写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当年的很多的记录 那么也就是说当年的田汉带着吴作人 实际上他们就是在进行着一个 对于艺术的一种态度的宣泄 和对于艺术的一种目标的张扬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就是要用艺术来为这个社会服务 为底层的人民服务 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呢 就构成了民国时期的一个主流的色彩 正是在这样的主流的色彩之下 才会有田汉写出来的 用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 所以大家这样的话 他就能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啊 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老田 这老田就在这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徐卫宏先生在哪里 发现那一天徐卫宏先生不在那个地方 但是徐卫宏先生是不是去了 那个研究院呢 就是国立艺术院呢 没有 因为蔡元培先生请徐卫宏去 到那去做教授 徐卫宏断然拒绝 所以他要自己要在南国后来在中央大学论教 然后呢 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情 当同学们高高兴兴的唱着歌儿回来的时候 发现人去楼空 徐卫宏先生的画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西我后 九方高 这个叫田河五百世 刚才我们看到这张画 年画 但他的画句都没有了 从此以后南国就没有了美术系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吴卓人的一个回忆中间 讲了这个故事 就是说原来徐卫宏的前妻叫蒋碧威 带了几个人来到学院 把画室李徐卫宏的作品全部拿走了 那么从此以后南国艺术学院 就不成其为南国艺术学院了 他等于本来就三块 少了一块 后来南国就变成南国社 专门以演戏为他的作品 为他主要 因为田汉是写戏的 他是个文学家 另外的人是演戏的 所以艺术这一块就没有了 这个故事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 这次展览的年表中间 我也看到了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对这是你们管理的年表 这个地方呢 他就写了这两天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印证了 你们这两天 写了这两天的故事 你看他写到二月 二月 然后三月 然后 对你看这就写了 他跟西湖艺术院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罢课 然后的话 聘徐威宏 徐威宏 确知 这样的话呢 他就有了一个新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 我们好像见到了一个不是太熟悉的林凤棉 林凤棉 就是说他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的 就是刚强和积极的 说实在话也蛮凶的 就是想要把那个田汉 徐威宏和无多人都会干掉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根本不像我们后来看到那个瘦老头的那个样子 对吧 他就是那个时代 这个也很有意思 历史突然在我们的面前 展现出另外的一种色彩和状态 对 就是这个地方 好 然后的话呢 他四月中旬 他为什么没有去呢 在这就写出来了 说他就去中大上课 然后他在南京的时候 他不在上海 而学生们在杭州在唱歌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就来了 把画也搬走了 画室也拆了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事情就过去了 你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事件 但是我们有了这些记录 报纸 日记 回忆 然后信件 加起来 这个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情况啊 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做档案就这么做出来的 好 我现在呢 再给大家来看我们在这个 做徐悲鸿展览的时候 我是实际上在2009年的时候 我是那个盐黄艺术馆那个大展的这个学术主持 所以我们呢 实际上讲了徐悲鸿的一些重要的学术和艺术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比如说他的国画中间引入了透视 对 大家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展览中间列出的作品 我就借用一下 对 然后解剖的引用 引路 对不起 这个就是解剖 你看他的结构这些 你看都要把它画出来 对 然后呢 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现实主义的观念 什么叫现实主义的观念 今天下午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说在这个西 在德语中间有一个词叫Stichkeit Stichkeit和这个Realism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Realism的意思就是他画的东西一定要是一个当下的普通人的生活 它才叫Realism 而在中文中间 在法文中间 这个Realism呢 又是写实的意思 但在德文和中文中间都有严格的区分 德文有Realismus和Stichlichkeit 这个两个是两个概念 一个呢 翻成中文非常清楚 一个叫现实主义 一个叫写实主义 而徐悲鸿实际上 他是把现实主义的艺术态度带入了国画 带入了中国这个方面 然后最后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 也要在这儿专门给大家讲 就是徐悲鸿画的是马 画的是国画 但是他这个时候的画马 是一个图像学的概念 是一个icon 是一个symbol 就是说他画的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是一个概念性的马 而是这一匹马 在这个画中间出现 它有它直接指向的象征和它的意义 而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过去在研究的时刻 不强调它的这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 我们在09年的时刻 已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比如说你们看到的这匹马 这是这个吴作人先生和萧淑芳先生 结婚的时候他给他们画的 你看这个两个马的话 哪像是马 对吧 好像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就是 那么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关于这个徐悲鸿的问题 当年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徐悲鸿的这个最后的就是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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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次决定 就是他要把北平翼鸿留在北京迎接解放军进城 他就做这个决定 当时参加这个事情的人 在09年还有三个人建在 就是这个冯法师 廖敬文和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侯一鸣三位先生在 那天他们两人就在回忆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出路 两人想的是一不一样 就吵起来了两位老人 这个冯法师先生说 我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事情了 这个话一语成三一个星期以后他就过世了 不久以后我们的廖敬文先生也过世了 不是不久很久以后 那么现在我们侯一鸣先生很健康 他依旧用他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这个就是 很好的精力在继续着跟我们一起讨论着徐悲鸿先生的问题 而我今天把这个档案的故事讲出来的时代 其实我在路上也给他发出了一个通知 我说我们正在到美院去 为美院来重讲徐悲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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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